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们有了血脉的粘廉 二婚家庭会更稳固 可是一想到沈浪对他亲生儿子的教育方式 廖迎心里又犯了处 他和沈浪是重组家庭 沈浪前婚有一个儿子九岁 他有一个女儿八岁 他正满心凌乱纠结时 沈浪黑着脸 带着两个孩子从晚辅导班回到家 屋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廖迎知道 肯定是嫉子沈樊范又做错事了 为了缓解气氛 他赶紧岔开话 叫俩孩子先去洗澡 女儿小冉告诉廖迎 沈樊范在摸底考试测验中抄袭了临座同学 老师带着沈浪看监控时 沈浪就差点打沈樊范 被老师拦住了 廖迎松了一口气 想等沈浪明天气消了再告诉他 他怀孕的事 半夜 廖迎起夜给孩子盖空调背 忽然发现沈樊范不见了 廖迎急忙摇醒呼声震天的沈浪 沈浪翻了个身 不耐烦地说 不见就不见 瞎叫什么 睡觉 廖迎只以为沈浪困意难消 才说这样的话 沈樊范才九岁 半夜突然不见了 万一 廖迎不禁担心起来 她竟然拽不起沈浪 拿出手机做事要报警 沈浪才急吼吼道 我罚她 去柜墓地去了 瞎正痛个什么劲啊 睡觉 廖迎瞬间汗毛倒树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后山的墓地有多甚人 她不是不知道 那里多处是无主之坟 白天晚上蛇鼠出没 平时小区里的人都是绕道走 沈浪竟然为了惩罚孩子 完全不顾孩子的安危 廖迎心里对她犯了处 感觉躺在自己身边这个男人 完全没人性 又毒又狠 廖迎做不到沈浪的狠心 如果沈凡范出了事 那她就是帮凶 她也不敢一个人去墓地找孩子 只能偷偷跑进厕所报警求助 廖迎和沈浪刚结婚小半年 女儿两岁半时 她因为前夫家暴离婚 离婚后在超市理货 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把女儿拉扯到七八岁 直到今年 小姨把沈浪介绍给她 廖迎和沈浪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她高大健康 那时说话也温和 看样子是好相处的人 加上小姨沈助攻 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就闪婚了 婚后 沈浪对女儿小冉的态度 多少带着继父的讨好 小冉第一次坐摩天轮 去动物园 去海洋馆 都是沈浪带的 小冉私下里跟廖迎说 她喜欢有爸爸的感觉 廖迎哭了 沈浪对沈凡范却是不折不扣的严妇 他们刚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沈浪对沈凡范的教育多数是隐忍的 用眼神瞪 用肢体语言威胁 渐渐的 她开始时不时大吼孩子 吼完就笑着跟廖迎说 这小子欠揍 你们不要管 后来 廖迎发现 沈浪对沈凡范的教育确实严苛过头 考不好 打 调皮了 打 作业做错了 吃饭翘腿了 一点小事都会非打即骂 她还经常罚凡范跪在翻过来的四脚凳上 沈凡范好多次第二天瘸着腿去上课 凡范身上也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那都是沈浪用钢齿打出来的 刚开始 沈浪还是避着廖迎和小冉 后面只要沈凡范做错事 她脾气上来就一顿狠打 廖迎和小冉在旁边 看得心惊胆战的 劝阻她也劝不住 沈浪打人时的样子又猙獰可怖 有时 廖迎看女儿的脸都下白了 沈浪又马上安慰女儿 不要害怕 哥哥调皮才揍她 廖迎心想 每个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只要不对小冉动粗 她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毕竟 亲爹管自己亲儿子 自己这个后妈真的不好出面掺和 结婚后 沈浪让她辞掉原来的工作 来她开的汽车修理店帮忙 说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廖迎在店里帮忙洗车 却并没有工资 沈浪说 房子要还房贷 家里经济紧张 反正 我的也是你的 因为她每个月固定给点家用 小冉课外辅导班和舞蹈班的学费是她付 所以廖迎没有多计较 可渐渐的 廖迎发现 她现在的生活比婚前更累 沈浪的店因为地段好 价格公道 生意不错 她早上六点到店里开始忙 忙一整天 下班还不固定 早则八点多 晚则一两点的也有 多数时候因为太忙 中饭都没得吃 廖迎洗车 洗得腰都止不起来 手因为长时间擦洗 僵硬得握不住筷子 下班回到家 沈浪习惯小酌两杯 她还要煮夜宵 等孩子可沈浪洗漱完后 她还得跟在后面收拾 打扫家里卫生 洗衣服 每天忙完一切 已经夜深 廖迎躺在床上 常常累得睡不着 她心里多少有点后悔再婚 本以为结婚有个依靠 会轻松一点 没想到 比婚前累得不是一心半点 沈浪一见廖迎 有点消极懈怠 就说 我们不吃苦 将来我们的孩子就吃苦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廖迎觉得有理 可是最近 她由于长期的擦拭 和碰太多冷水 月子落下的 见俏 延犯了 脉关节 指关节 肿胀僵硬 疼痛 都抬不起来 廖迎提出不能再做了 不然 手会废掉的 沈浪 勉为其难的说 那只好 雇个人 来替她的工作了 还当着她的面 用手机 在网上 发了招聘广告 可找了半个多月 却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人 廖迎 只能擦药 缓解疼痛 并撑着 那天后半夜 还是警察 帮着把烦饭 从墓地带回家的 孩子回来 一言不发 小脸煞白 廖迎 是真怕给孩子 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好生安抚了一番 回房 看到呼噜声 依旧的沈浪 廖迎不禁 为她孩子的将来 担忧起来 廖迎觉得 沈浪 太凉薄 很新了 这样的人 是不会发自内心的 去爱他人的 而且 这日子 真的太累了 可就因这些事 离婚吗 任谁 都会说离谱 肚子里 未成型的孩子 又怎么办 廖迎很纠结 她已经35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 而且 她都二婚了 才结婚半年 就离婚 小县城 人言可畏 她真不知 如何面对 廖迎想来想去 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吧 第二天 沈浪 起来阴沉着脸 廖迎看出来了 沈浪 嫌她多管闲事 干涉她 教育儿子 大概是 廖迎对沈浪 心里起了疙瘩 她没有像以往那样 硬撑 她把手 伸给沈浪看 说需要去医院 不然 手废了 到时候 也会拖累她 到医院检查后 才知道 她的见窍炎 已经很严重 需要手术 因为她怀孕 只能保守治疗 沈浪 打了几次电话 给廖迎 丝毫 没有半句 关心她的病情 开口 就催她回来 说没人 洗车 忙不过来 到后面 语气越来越差 删了电话 就医的过程 廖迎在本地广告上 放了个招聘信息 号码 填的是她自己的 没多会儿 廖迎就接到 好几个求职者的电话 其中一个问她 你们的要求 是不是很高啊 又招人了 前段时间 你们也放了广告 我打过去 你们不是说招到人了 廖迎顿时愣住了 怪不得那段时间 沈浪接到电话 都是避开她 或者吱吱呜呜的 那时候她太忙太累了 也没多想 廖迎很愤怒 冲动之下 想偷偷打掉孩子 去挂号开单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胚胎已经有胎心了 而且这有可能 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 医生的反复询问 让廖迎心烦意乱 最后还是没忍心 晚上等孩子洗漱睡了 廖迎在沙发上擦药 她心里憋着火 想当面质问沈浪 沈浪回来一身疲惫 眼里都是红血丝 廖迎这时候又挺心疼她 她是肯干 能吃苦 这也许是当初小姨 介绍给她的原因 可是一想到沈浪的自私心痕 廖迎又收起她的同情心 沈浪坐到她边上 接过她手里的棉棒 笨拙地给她擦药 廖迎心里顿时乱了 感觉说不出的怪异 这种亲密 只在他们刚开始相处的前一两个月出现 后面就被沈浪赶着拼命地忙 哪有时间温情 沈浪问她 手怎么样 廖迎如实说了 显浪 面露难色 那怎么办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左手不是没事吗 要不然 你克服克服 再坚持一阵子吧 等招到人 廖迎 直觉心腔的怒火 如火山般爆发 蹭地站起来 朝沈浪吼道 你还要演 你装模作样 放个广告给我看 其实 根本就没打算招人 我已经招到人了 明天 会有几个人来面试 沈浪没想到 廖迎会发火 甚至 直接揭穿她 她脸色 顿时难看 她指着廖迎就骂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 家里抬手都是钱 哪一样不是我出 难道 你还想吃白食不成 廖迎再次感到心寒 觉得没法跟这种人过一辈子 廖迎提出了离婚 沈浪嗤之以鼻 就你这样子 离婚后 你还能找到 比我更踏实的男人 然后甩上卧室的门 固自睡去 小姨一听 廖迎要离婚 就说她矫情事多 以前 沈浪一条腿受伤 瘸着也能上班 她手指头疼疼 就矫情伤了 生活哪有那么容易 不吃苦 咋能过上好日子 沈浪对儿子的教育严厉了些 对她女儿 不也好好的吗 小姨劝她 不要动不动就离婚 笨似的人了 瞎折腾 赶紧要个孩子 安心过日子 难道 她还想三嫁 闹笑话 小姨的每句话 都往廖迎身上 最疼的地方戳 尽管有再多的委屈纠结 她不得不向生活低头 她悔恨 当初因为对小姨的信任 没有多加相处了解 随便又进入了一个婚姻的火坑 廖迎灰溜溜的回来后 沈浪更得意了 知道她是一个没有后盾的女人 廖迎决定先去找份工作 有收入才有底气 既然决定将就 她想跟沈浪好好谈谈 没有情 拿点钱做保障 总行吧 这天晚上 等两个孩子都睡着之后 廖迎把燕运币抄给沈浪 她脸上看不出欢喜 只是淡淡的说 嗯 有 就生下来 廖迎跟沈浪说她找到工作了 在超市做收银 也方便接送孩子 沈浪不吭声 廖迎继续说 她希望沈浪能每个月给她两千块钱的家用 沈浪瞪着廖迎冷冷道 你倒是耗算计 你女儿的花销我出 你工作的收入是你的 我还要倒贴两千块 我找三赔也不要那么多钱 廖迎直接轰的一声 整个人怒火中烧 你简直太歹毒 舍不得花六千雇人 就不顾我的病情 还拼命榨取我的劳动力 哪有丝毫浮起情分 我能不防着吗 沈浪把茶几上的茶杯一巴掌扫到地上 整个人跳起来到廖迎跟前吼道 你也是自私鬼 你婚前借给娘家十三万 你告诉我了吗 廖迎一时蒙了圈 那十三万是她这些年 想去俭用存下来的 借给娘家那会儿 压根就不认识沈浪 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可沈浪现在张牙舞爪的样子 让廖迎害怕 她结结巴巴 半天就憋出一句 今天 话廖在这儿了 给就生 不给 咱就不生 沈浪竟然抬起一脚 就踹在廖迎的腿骨上 廖迎没防备 直接大力往地上摔 肚子一紧 钻心地疼传来 她本能地捂住肚子 这一刻心里已经知道 孩子没了 小冉听到动静 跑过来扶起廖迎 哭喊着叫沈浪 赶快送廖迎去医院 沈浪这才打电话 叫救护车 廖迎除了身体的疼 和对未出世孩子的歉意 感到松了一口气 她觉得解脱了 住院五天 沈浪被术后的廖迎骂走后 再未出现 廖迎的娘家人 轮番上阵 替沈浪说情 说她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早踹肚子上了 男人每天累死累活的 脾气大点也正常 廖迎执意要离婚 娘家人在小姨唆使下 威胁跟她断绝关系 她没说啥 只搂着女儿 对娘家妈说 把我那十三万还给我 断就断吧 这一回 算是看清了所谓的亲情 廖迎住院那几天 家里的亲戚 不肯帮忙接女儿 廖迎只能打电话 请以前同事帮忙接 沈浪去了学校 想接走小冉 小冉不愿意 她就本性暴露 一把私步 强拉硬拽 小冉大哭大喊 说她不是她的爸爸 说她是坏人 拧起学校门卫过来阻止 沈浪这才作罢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的戏码 同事接完小孩 就跟廖迎报告 廖迎想着明天出院了 就不用麻烦同事了 不能让女儿再担惊受怕 没想到下午同事来电话 身边的女儿快要断气的抽叶着 轻的廖迎的心都快要裂开了 同事也忍不住落泪 说今天她去晚一点 一个小男生听小冉说 她的继父是坏人 说会保护她 两个人就手牵手站在一块 陪着小冉等廖迎的同事 没想到 沈浪冲过去 就给小冉一个耳瓜子 骂小冉那么小就不安分 跟她妈一样 都是不要脸的 反正在学校门口正式放学 人多 她用各种难听的话骂小冉 一群同学围观 小冉都快哭断气了 同事赶到时 执勤的老师正跑过来劝阻 加上旁边家长纷纷指责沈浪 沈浪这才带着沈凡范 骂骂咧咧的走了 小冉经过这事之后 就特意敏感胆小 哭诉说 不想去那个学校读书了 不想再看到沈浪 后来廖迎给小冉转了学 小冉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 才走出来 廖迎不想起诉离婚 她只能威胁沈浪 不离婚 那你以后的所有收入 都要算我一半 除非你不挣钱 沈浪立刻就同意离婚了 一路上嘴里漫漫咧咧 不甘不敬 离婚后 廖迎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 上六个小时的班 晚上去碗托班煮饭 算有两份收入 孩子也能跟着 免费再碗托班吃饭 廖迎跟娘家要来了十三万 在县城郊区首付了房子 月供也不贵 后来廖迎听说 沈浪的前妻就是这样被气跑的 相亲了几个都无疾而终 只是她比较傻 相信小姨帮她挑好了男人 潦草的就进入了婚姻 如今想来真是蠢 这以后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 简单也安静 晚上屋里静悄悄的 小冉写作业 廖迎就陪在旁边做点手工活 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几句话 每当这个时候 廖迎时常会想 女人不一定非要有个男人 才能过日子 才算有一个完整的家 内心的强大和自立的能力 才是女人最强的后盾 像沈浪那种人 就算她以后还能找到 像自己一样傻的 就凭她的自私算计 暴力冷酷 也不会有人真心对她 而且被她那样对待的儿子 长大了也不会善待她吧 去年小冉考上家附近的初衷 成绩还不错 母女俩高兴的去市里买衣服 遇见娘家嫂子 嫂子拉住廖迎 和她说了一堆闲话 年初的时候 沈浪在自家的汽修店打儿子 可能凡饭被打极了 跑了出来 沈浪追打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修车的地沟里 摔伤了腰 伤势很严重 躺了小半年 说是往后 别说干活了 多走一段路 都被扶着支撑架 整个人几乎成了残废 凡饭也被她前妻趁机接走了 廖迎常出一口气 她心里一直惦记凡饭 总觉得自己带着女儿走了 那孩子怕是会加倍收到审浪的暴虐 如今 这总算是件好事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一小视频 请不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